昨天傍晚柔佛王储东姑伊斯麦毫无预警现身地步老勇望超市 豪气拿出100万令吉给现场的民众每人3000令吉购物金 这下宣布令民众陷入疯狂 所有人开始抢购商品 被疯狂扫货的民众蹂躏之后的超市瞬间一片狼藉 部分民众因为赶不上抢购时机 留下许多装满商品的手推车 黯然离开 超市员工为了清理残局和填补被扫空的货架 今天上午宣布暂停营业 直到下午3点才恢复运作 新山的疯狂扫货落幕后 今天社交媒体脸书出现一则信息 指王储将会到笨针和居鸾超市为民众买单 消息一出 大批民众蜂拥到相关商场 把手推车装满之后 等待所谓的奇迹发生 可是王储最后并没有现身 在证实是假消息之后 民众留下堆满商品的手推车扬长而去 超市员工也被迫收拾残局 TV7综合报道